全油管最快新闻,据报道,上海一位29岁的女职工在运早期依运途请假被单位解除劳动合同。 经过法院审理,王国霞法官明确表示保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,并判决单位继续履行劳动合同。 此案判决生效后,女职工再次将单位告上法庭,要求不发工资。 公司最终赔偿女职工12万余元。 法官王国霞希望利用大数据平台整理相关劳动纠纷案例,保护女职工权益。 目前,对234起案例数据已初步建模,有望帮助相关部门更好地保护女职工的合法权益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晓天下事。